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我們這個 覺得這個大家都應該知道吧 就是這個影片就是 殺祖康跟吳怡的那個影片 我就不放了 因為我覺得我後面有更重要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這個大概就是 類似這個Iko 不過 喂 就是那個時候 這跟Iko其實 大概提一下 這跟Iko也是一樣 美國先通過 美國國會先通過一個法律 然後呢 要求 美國國務院推動 台灣當局以 觀察員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程序完全一樣 但那個時候是成功的 OK 那那個時候吳怡跟殺祖康就跳出來抗議就對了 但是還是OK的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管轄權 為什麼沒有聲音 等一下 好 這一次呢是為組織的文件矮化台灣國閣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 塞比喻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的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有權可以片面的決定台灣的地位 我們當然是很高興的 我們當然是很高興的 支持 我們當然是很高興的 提供台灣的 照片 在2009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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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國 psychologist 這個節目的結論就是 美國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一個管轄權的案例 什麼是管轄權 我問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爸爸還是媽媽對他們的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就選一個 只能選一個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不要考慮父系社會或母系社會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OK 我告訴各位 自然法 依照自然法不要去考慮父系社會母系社會 自然法的觀點 其實很簡單 媽媽 為什麼 講了你就清楚了 對 可是為什麼媽媽生的媽媽就有管轄權 因為你當這個小孩子要決定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誰可以決定 只有媽媽可以決定 為什麼 只有媽媽才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你知道嗎 有可能跟別人逃生的啊 有可能逃生的啊 這是自然法啊 你知道嗎 因為只有媽媽才知道小孩子的爸爸是 親生父親是誰 所以媽媽在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繼承問題的時候 媽媽有說話有分量 或者是那個接生的護士 就是知道這個孩子的血緣關係的人 講話就有聲音 他可以在法院作證 這個就是管轄權 誰對誰有管轄權 這就是自然法 所以美國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因為不管是民法 國際法 都是一樣的 都牽涉到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一個領土的繼承 繼承 所以誰對誰有管轄權 就是那個人可以去 那個人可以去影響 他可以知道說這個土地的主人是誰 所以美國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 也就是說他才可以決定 你知道嗎 他就是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 他不是說他對小孩子 他不是說他小孩子是他生的 而是說他是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 所以任何人 都沒有權利 決定 再來 第二個管轄權的案例是這樣 這是來自維基解密 就是說 美國曾經行文到聯合國的秘書長 潘基文 要求說 就是說不要再使用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這句話 再來我們再看這個影片 大家仔細看 這個影片的製作的人 認為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一個國家 大家看看可不可以 走私報告 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友好到快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 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隨後發言的國務院監視即打擊人口走私辦公室主任馬克雷根大使說 台灣在上星期與美國執法單位密切合作下 破獲了一個人口走私集團 該集團被懷疑經由人口走私方式 將女性送到美國和其他國家 從事賣淫等工作 這起案子充分展現了台灣當局 對打擊人口走私的積極態度 可惜聽到他重複一次 可惜聽到他repeat了 他重複一次 Country 有沒有 所以呢 因為這個記者還有這個影片的製作人 他都把國家翻成Country 有沒有 他把Country翻成國家啦 所以他就認為 美國國務卿萊斯女士說 欸 台灣是國家啊 對不對 當然不對嘛 國家可以翻成Country嗎 在這裡可以翻成Country嗎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 Country到底是不是主權 政治的國家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從 台灣當局參與國際組織的能力 想想台灣當局的本質 及台灣的地位 跟什麼是國家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亞洲開發銀行 他在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他叫ADB Asia Developed Bank 中華民國曾經是創始會員之一 在這個72年 也就是1983年的時候 中共透過外交途徑 他要加入嘛 所以他要求排除中華民國會計 他表示 中華民國 其實那個時候 已經叫 應該叫中國台北 或中華台北了 因為他已經是 不被美國承認了 他說 他可以使用這個 台灣China 中國台灣的民意 留在亞洲開發銀行 美國建議用台北China 你看 你看 美國為什麼這麼建議 因為這就是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的變形嘛 所以 管碧琳 管碧琳的看法是對的嗎 當然不對嘛 中華台北跟中國台北 還不是一樣 都是流亡政權 所以呢 後來又更好玩了 1997年的時候 香港回歸嘛 所以 後一年就是1998的時候呢 香港是怎麼加入亞洲開發銀行的 他是用 香港China 但是因為之前已經用 台北China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在香港再用 香港China 那人家就會誤會說 香港跟台灣是同地位嘛 所以他怎麼辦 他們就發明了一個錯誤的英文文法名字 就是把這個空一格去掉 叫做 台北斗點China 這是一個錯誤的英文文法嘛 任何一個學過英文的就知道 斗點後面要空一格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呢 台灣當局加入 目前在亞洲開發銀行裡面的正式名字 就是這個錯誤文法 他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所以他的身份有多悲賤 然後我們台灣人 又被這麼悲賤的台灣當局代表我們 台灣人是很悲慘 這是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 就是最近這個油的事情鬧得很兇嘛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欸這個條碼 條碼可不可以分辨它是產國嘛 產地嘛 對不對 所以 台灣當局的條碼代號是471嘛 那這個條碼是什麼 這條碼一般零售最常見的叫EAN EAN有8位跟13位 我們只看13位就好 13位的前三個代碼 就是所謂的 你看我這是影製什麼 台灣的維基百科 不是 中文維基百科 那中文維基百科不見得都是對的喔 你要小心 譬如說 他認為那三個代碼叫做國家代碼 請問這個是國家嗎 他這個前三位是什麼 譬如說這個案例 這13位前三位是590 590是哪裡 是波蘭 所以 看到這前三位呢 你就知道它是什麼 你看 有 看新聞你就知道它不能代表產地嘛 它只能代表登記地嘛 這個產品是在哪裡登記的嘛 它不一定是在那裡生產的嘛 所以它 你看到這裡就說 這是在波蘭登記的 後面就是 什麼製造商產品代碼的 前面這三個是登記地代碼 所以它這個登記 前面這三碼是Country 所以問題啦 Country是國家嗎 我們來看 美國的這些代碼是這些啦 德國是這個啦 台灣是471嘛 對不對 香港是489 請問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 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在這裡不可以嘛 對不對 馬靠是國家嗎 馬靠是澳門 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嘛 澳門也有代碼啊 所以 可以因為說 澳門 馬靠是一個Country 所以Country是國家 所以馬靠是國家嗎 不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Country 你就知道 很多時候它並不是國家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個國家 政治 法律上的國家 這我們大概沒時間講 不過大概稍微提一下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國際貨幣清算銀行 BIS 這個台灣當局呢 並不是它的成員 中華民國 或是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它的中央銀行 並不是 BIS的成員 可是 香港特區的香港金融管理局 是 BIS的成員 香港不是國家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都可以是 BIS的成員 中華民國的中華銀行 不能是 國際貨幣清算銀行的成員 這不是很有 很好玩嗎 新台幣是誰在背書的 誰給你背書 新台幣為什麼要罪美金 他們現在要搞罪人民幣 可是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是罪美金 對不對 誰躲在台灣的背後 誰在幫台灣背書 誰在當台灣的監護人 這個 WTO 大家可以去看 秘書長的那個新台灣論 它有一個章節 在講這個獨立關稅的領域 像你看它這裡用territory 也不是country 這個是ISO 就是國際標準化 組織 你看它也是講country country是國家的話 你來看 Hong Kong也有country code 香港不是國家 所以country不能換成國家 所以country不能換成國家 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啊 所以country不能換成國家 台灣的代碼是158 這個ISO ISO這個影響很深遠 你今天 你今天去 什麼 那個咖啡叫什麼 Starbuck 你去Starbuck買個咖啡 對不對 那Starbuck也有條碼 Starbuck 這個都會影響到 再來第二個國家叫做Nation 國家英文的字叫Nation Nation是真的是國家嗎 Nation就比country要像一點 比如說 這個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他曾經去 在2004年的時候去訪問北京 這時候接受香港鳳凰衛視的採訪 他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並不相當主權 原文在這裡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記者一定會把Nation變成國家 所以 這一段 這個文字 就完全可以反駁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美國政府 副資深主任韋德明 在白宮簡報會回答記者的新聞稿 針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 第一次公開表示 聯合國的會員必須是國家的身份 台灣或中華民國目前都不是一個國家 而中華民國仍然是未定的議題 至於入聯公投更是會升高台海的緊張情勢 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把台灣或擁有正式國號的中華民國都定位為非國家 所以 重點就是 這個 台灣或中華民國不是國際政府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State 有沒有 所以現在國家有三個字 一個是Country 一個是Nation 一個是State 記者都寫成都翻了國家 所以他就是說 這個 美國白宮的這個國安會的主任就是韋德 他說聯合國的成員需要國家 這個國家就是Statehood 就是State 國家地位Statehood 台灣或中華民國在這一點上都不是國際社群中的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是State 你看喔 他這裡是什麼 同位語 台灣或中華民國 他是用同位語 所以這同位語是什麼 不是直接叫你畫等號 我已經解釋過了 這個台灣是台灣當局 這個台灣是台灣當局 這個台灣當局 他以前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現在在國際上的名字叫中華台北 懂吧 這是頭銜 這是名字 所以你 你懂我意思吧 這是頭銜 這是名字 OK 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這個country呢 Count 就是英文的伯爵 所以 這個country 就是相當於 以前伯爵的一塊領地 尤其像以前 神聖羅馬 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時候 這個伯爵以上是有 選 選 選君王的權利 叫選王侯 是很大的 所以他們 他們就是一個sovereign 坦白講 那 這個 所以 這個country就是一個 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比如說 要繳一樣的稅 有一樣的風俗習慣 一樣的 地方的 地方的 基本的民法是一樣的 所以 最好是翻成疆域 疆域 疆域沒有那種 這種國家的意思 它就是一個疆域 或是一個領地 偶爾是可以翻成國 偶爾 很少 Nation是什麼 這個NAT呢 它的語言是來自 to be born 就是 被生下來 因為是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是語言跟文化有關 所以它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 很多人會翻成民主 比如說 什麼 德意志民主 或者是 這個 我是覺得 翻成幫會比較好 幫有時候有國的意思 有時候是民主的意思 那這個stay是什麼 stay它的語言就是 站立起來的意思 Calculate 所以我們一開始那個巨靈論 它不是一個巨人站起來嗎 台灣那個政客不是都在選舉場合說 台灣人民站起來喔 有沒有 它就是在塑造那種人民的共同的意志 人民的意志要決定 我們要成為一個共同 我們這個共同體要 走向什麼方向 所以這就是社會契約的那個意思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的意思 所以它是政治法律的共同體 它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 因為像這種因為語言文化等等去認同的 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共同體 比如說 我跟一個女的 有好感 我們同居 同居是一個共同體嗎 不是嘛 因為沒有結婚嘛 對不對 結婚後 我們的權利義務才會 才會清楚嘛 所以這個 有法律關係的 因為 有做出選擇的 才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這種 因為一時的好感 一時的認同 因為 住在台灣就是台灣人 因為喜歡就是台灣人 這種不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它隨時可以因為一點利益 就放棄台灣的 但是台灣很多人是要建立這種 而不是這種 那 我們 可能時間也不太夠了 我大概講一下 這就是利維坦這個封面 Liverton 那 左邊你可以看到 右邊你看他拿了一個寶劍 左邊拿了一個權杖 右邊代表世俗的權柄 左邊代表 精神方面的權柄 他帶了一個皇冠 所以這個左邊就是世間的權 世間的 比如說 這是權力的範圍 他是個城堡 權力的範圍 權威的範圍 這是權柄 王冠 這是大炮 是 最有 這個 他們爭戰的時候 可以打最遠的 這個是他們作戰戰場 世俗的戰場 那 精神方面呢 精神的權力就是在教 權力範圍是在教堂 然後權柄是這個主教的冠冕 然後他們 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閃電 為什麼是閃電 你記不記得以前 以前這個 國家就是說 要慫恿人民 就是說 天有異象 對不對 天有異象 以前不是皇帝要 操縱人民 就是說 這個 就偷偷叫人家去在河裡面 買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就說 你看這個河 什麼什麼東西出土了 所以這個皇帝要換了 這就是操縱人的精神 這就是閃電 然後這個是代表什麼三段論 還是什麼兩段論 就是他們爭戰的工具 然後這是他們戰場 就是在 宗教會議的時候 所以這是代表世俗的 代表精神的 然後呢 你看這裡有很多城鎮 有沒有 有很多城堡城鎮的重點在這裡 這個人 如果你把它放大看的話 他每一點 他有很多一點一點的 有沒有 這個一點一點的都是一個人 每一點都是一個人 所以這個巨人的身體 是由很多很多的人組成的 這就是社會契約 這個人就是那個共 這個巨人就是那個共同體 這就是國家 這就是主權者 或者說主權者 在國際法裡面有句話叫做 主權者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主權者 但是後來有人就把它 有的學派是把它分開來 但是 在17世紀到18世紀的時候 他們的共識就是國家就是主權者 主權者就是國家 所以對國家效忠就是對主權者效忠 他帶了一個冠冕 有沒有 也就是主權者要代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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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代表 那個權柄 這只是一個最基本的介紹 但是其實利維坦是很深刻的 他遠比我講的這個要深刻很多 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去找來看 你還可以看出說 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我帶來提一下這個社會契約 就是說 自然狀態呢 人都有權力制裁其他人 也就是什麼意思 就像賽德克巴萊 原住民都可以砍人頭嘛 原住民都有 我可以砍你人頭 你也可以砍我人頭 我砍你人頭不是 其實是尊重你 因為 我幫你當個英雄看 所以我們有 有 有決鬥的 平等決鬥的權利 所以那時候都是一種戰爭狀態 人都可以有權力制裁其他人 但是就不穩定啊 對不對 我可能會活在恐懼中啊 尤其是這個 這個 戰鬥技巧不好的人就 比較恐懼 所以為生存穩定呢 人就會將自然權力讓渡給一個人或一群人 使其透過以多數覺得方力得到權力 而得到這個絕對權威 也就是說我們吵架 誰來仲裁我們 由這個第三者 第三者 這個仲裁者 去幫我們仲裁 這就是最早這個主權者嘛 或者是說 怎麼樣這個社會更有效率 那誰去分配這個階級的資源 就是主權者 你也可以這麼看 所以契約的基礎是個體 合理化的來源是同意 你要注意喔 活著就是同意 所以它這個社會契約不是說 我真的要去寫一個白紙黑字 不是喔 所以 譬如說 日本或大日本帝國的社會契約是什麼 不是民治憲法喔 不是大日本帝國憲法喔 是萬事一系 就是天皇制那個 嚴存了兩千多年的萬事一系的天皇制 日本人民就是服從天皇 對日本人而言 那就是他們的社會契約 那是他們的根 所以天皇制一旦毀滅 我坦白講 日本就毀了 那對我們台灣人而言 我們跟天皇的社會契約 嚴格來講 並不是萬事一系 而是民治憲法 因為在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天皇頒布造書 賜予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 這個時候就相當於 依萬國公法把台灣編入到日本的國土裡面 所以這個依萬國公法編入的過程 其實也是在簽訂一種社會契約 只是這種社會契約 就不是像日本內地的人民是用 所謂的服從 活著就是同意這一種 延續幾千年的文化 這種社會契約 但是 已經是內地就是內地了 霍布斯的主權者性質是代表 他的言行有代表所有參與的言行 在這個意義上個人是自由的 因為主權者的行為等於自己的行為 個人當然是自由 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效忠這個主權者 因為他是你選出來或是你服從的 如果是共和制 就是人民選出來的 如果是君主制 就是你要 你覺得 你自願去向他服從服從的 因為你希望他保護你 你希望他仲裁你 他幫你們做仲裁 所以 那就是你的意志 你要清楚 那是你的選擇 而你也因為這樣 而得到穩定 得到保護 所以 主權者的言行 就代表你自己 所以 一個真正懂法律的人 其實是最有道德的人 法律跟道德 並不是完全的兩分 你懂嗎 這就是這個意思 主權者的命令就是法律 三個字詞才有意義 每個人都是這個主權者的授權人 每個人放棄自己的自然權利 交付主權者 授權他來確保和平 這就形成一個政治共同體 這就是偉大利維塔人 他是一個人造的人 就是那個巨人 人造人 很有意思喔 霍布斯是這麼看的 但是很多學者不這麼看 但是我覺得霍布斯講的很有道理 他說主權者沒有參與定約 為什麼 主權者 作為一個人 或一群人 他不能一方面 既參與定約 同時又擁有一種社會身份 使所有人讓渡出來 所以 為什麼天皇沒有國籍 很簡單 他沒有參與定約 他有國籍的意思就是說 他也有參與定約 他有放棄他某一種權利 他沒有啊 他是別人放棄權利交給他 他是超然的仲裁者 所以天皇沒有國籍 天皇陛下沒有國籍 可是你要想喔 像英國女皇 英國女皇他當然也沒有國籍 他沒有 他沒有英國的國籍 可是 他是歐盟的公民喔 他是歐盟的公民喔 為什麼 這沒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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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因為 這是另外一個 範疇就對了 所以霍布斯的比喻就是說 主權國家呢 他就是一個人造人 所以這個主權國家是 sovereign state 或者是sovereign nation 他絕對不會是country 國家主權叫state sovereignty 他就是相當於一個人造的靈魂 所以呢 什麼比較難 主權比較難 因為靈魂很難搞清楚 懂意思吧 也就是說 你比較容易去判斷 這是不是一個國家 可是你很難判斷他有沒有主權 人一定有靈魂嘛 沒有靈魂的一定不是人嘛 所以 國家一定有國家主權 沒有國家主權一定不是國家 但事實上 這個很難判定 但 中華民國跟台灣都不是主權 這個已經美國都講好多次了 所以 他當然沒有主權嘛 他沒有國家主權 什麼是主權國家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例子 大英 就是英國的例子 Welcome to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 whole lot more Explained by me CGP Greg United Kingdom England Great Britain Are these three the same place Are they different place 他是說 什麼是英國呢 英國就是United Kingdom 就是聯合王國 他簡稱聯合國 這是大不列頂 聯合王國 英格蘭 這三個是一樣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阿怎麼不一樣 阿怎麼不一樣 Do British people secretly laugh at those who use the terms incorrectly Who knows th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do And I'm gonna tell you right now For the lost This is the world This is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this is the place we have to 這個就是 OK 等一下會講 OK 等一下會講 你看喔 他說 英國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單一的國家 他是一個 a country of countries 他是很多 countries形成的一個 country 所以你如果把country翻成國家 你就會講成 英國是很多國家的一個國家 當然不對嘛 所以你不能把country翻成國家 你只能說 他是一個很多疆域形成的一個國家 或是很多疆域形成的一個疆域 OK 他有哪些疆域呢 他有哪些疆域呢 這叫英格蘭 紅色的 包含這個 這是蘇格蘭 這是威爾斯 這是北埃爾蘭 這有四個 significantly 才有四個國 這個方法 所以這是什麼呢? 這叫 這個整個叫做不列顛群島 Britain Islands 不列顛群島 那這個它有兩個大島 還有一些小島 第一大島叫做大不列顛島 大不列顛是一個第一大島 不列顛群島的第一大島 然後這個叫做 愛爾蘭島 第二大島叫愛爾蘭島 叫做Britain Islands 就是不列顛群島 有一些小島 這是愛爾蘭島 愛爾蘭島不是一個島 愛爾蘭不是一個島 它有兩個島 好 複習 複習一下 愛爾蘭有兩個島 大不列顛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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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不列顛群島 不列顛群島 包含兩個 第一個 主要的第一大島 大不列顛島 它包含蘇格蘭 英格蘭 威爾斯 第二大島叫愛爾蘭島 愛爾蘭島 愛爾蘭這個 第二大島有兩個country 一個是愛爾蘭共和國 一個是北愛爾蘭 這還不包含一些小島 所以只有藍色的框框是英國 然後它說 它說就如果看到 這還沒結束 如果你到加拿大 你會看到加拿大鈔票上面有女皇的照片 女皇的圖 女皇的圖 為什麼 這就是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以前有這麼多殖民地 有一些國家是從 用暴力的方式獨立出去的 像美國跟印度 那有一些國家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而是用外交談談 像加拿大 什麼紐西蘭 然後澳洲 好 這就是我們要談的重點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黃泉 這是跟台灣有關的 什麼叫黃泉 這是個黃冠 其實黃泉 英文叫The Crown The Crown 是黃冠 或是黃冠 它其實在講 黃冠背後代表 也就是剛剛那個巨人 帶的那個 它代表什麼 它就是一人的 這個 台灣翻成公司啦 其實你要去看美國 美國翻成法人 是比較精準的 公司不一定 公司跟法人還是不一樣 它叫 你可以去查一下美國 它的差別在哪裡 法人是比較寬廣的 公司比較狹隘 公司是一種特別的法人 OK 這是一人法人 這個 The Crown 黃泉代表的是一人法人 或是你想是一人公司啦 這是上帝 所以呢 這個黃泉就是代表 那個主權者是上帝的代言者 然後誰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 一人公司的董事長 就是這個英國女皇 你可以想像就是日本天皇 所以這個皇權下有幾個領土 第一個是英國 第二個是這個 幫連禁 就是所謂大英國協的成員 主要成員啦 不只是幫連禁 主要成員 比如說加拿大 這叫幫連禁 大英國協的主要成員 大英國協的主要成員 第三種叫做 黃泉屬地 比如說像這樣 這這幾個 叫黃泉屬地 只屬於黃泉喔 不屬於英國 還沒完喔 還有第四種 比如說像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 是黃泉屬地 是黃泉屬地 或者是福克蘭群島 他們曾經 為了福克蘭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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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曾經 為了福克蘭群島 打仗 所以這就是以前的 BOT 它以前叫做 黃泉殖民地 像香港 香港回歸以前 就是屬於這一種 黃泉殖民地 現在叫做 那個海外屬土 不列顛海外屬土 所以你看喔 它有四種 黃泉下 黃泉下有四種領土 第一種是英國 就是聯合王國 再來是 這個 大英國寫的主要成員 叫做邦連進 Common Will's Ring 再來是黃泉屬地 Chrome Dependency 再來是這個 前黃泉殖民地 後來叫做 不列顛海外屬土 你可以叫簡介BOT 所以有這四種 所以 比如說 英國 他們都只屬於這個女皇喔 所以 英國雖然對這個 這部分有一些管轄權 可是 他們並不屬於他喔 這個 黃泉屬地 並不屬於英國 雖然他的司法部 可以對這些有一些管轄權 然後 他也可以管他們的一些 外交軍事 可是 他們基本上是 獨立運作於他的 他們有自己的法院 只屬於 英國女皇 所以你像台灣的地位 你去想想台灣 的地位是什麼 先往下看 先往下看 所以 結論就是這樣 聯合王國就是英國 英國 英國是位於不列顛群島的一個國家 英國是位於不列顛群島的一個國家 並且也是由君主控制 黃泉的一部分 監文黃泉的一部分 是黃泉屬地 還有一些是 方連進 比如說像加拿大 這些 澳中紐西蘭 還有一些是 BOT 就是海外屬土 所以英國呢 就是大不列顛 大英國邪 也就是所謂的 不列顛群島 大英國邪 也就是所謂的 不列顛群島 他有 共主邦連有16個 自從英國有16個 自有君主國有5個 比如說像馬來西亞 史瓦季蘭 東加 共和國有 共和國成員有33個 總共54個 最近退出1個叫做 那叫什麼 甘比亞 在今年10月退出 其他黃土 屬於黃冠下的 就是黃泉屬地 有3個 不列顛群島有14個 這個可能沒時間講了 好吧 稍微講一下 這我大概舉 這還沒有不完整 但是就是 舉兩種最 最基本的模式說 到底一個有主地 有可能怎樣的演變 比如說 像黃泉殖民地 跟country 一個疆域 他可能透過一些 方式達到自治 就變成Dominant 或是FreeState 就變成自治領 或是自治幫 比如說 在18幾年的 加拿大自治領 或者是愛爾蘭自治 自由幫 然後後來呢 又經過一些 程序 才會變成 Common Works Ring 或者主權國家 比如說像加拿大 或者是愛爾蘭共和國 這是一種模式 另外一種模式 另外一種模式呢 就比如說台灣這一種 我還沒點到台灣 比如說 這個有主地呢 他可能被軍事占領 軍事占領他可能是 屬於外地或內地 那如果是外地的話 可能就會發展出 像關島波多里克這一種 他可能最後呢 他是為何必領土 那不一定能夠被編入 一個主權國家裡面 那另外一種是 經由放棄 這是經由割讓 這是經由放棄 放棄的話呢 他可能是無主 也可能是信託地 也可能是占領地 所以他可能獨立呢 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古巴 他就獨立了 他也可能是變成 事實自治 而不是法理的自治 所以這還有很多路 很長的路要走 另外一種可能是 他是內地 讓他被佔領 他是有主地的內地 讓他被佔領 這時候又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 信託 被信託分離的 一種是佔領分離的 這個就譬如說是 沖繩 這個就像台灣 我們大概沒有時間講這個 這個大概提一下 這個是 國家的嚴格 比較嚴格的定義 他是取自這個 亨利惠頓 亨利惠頓 國際法初步 他是美國 算是近代第一本經典 他講什麼是國家 然後 他有一些限制 譬如說什麼不是國家 譬如說 這個東印度公司 就不是國家 他說 他是有皇權授與主權權利 sovereign power 他有交戰與締約的權利 但是他雖然是民間組織 他有這些主權權利 他也不是國家 懂嗎 就像 就像 美國再來協會 他代表美國 可是美國再來協會 不可能是國家 那 好 這個我們要看 一個國家主持人 不可以是強盜或是海賊 也不可以是其他社會的不法之徒 雖然他們可能聯合起來 促進共同的安全與利益 這很合理嘛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中華民國是不是很像 對不對 他是不是 中國的不法之徒 他是中國的叛亂組織 對不對 中華民國可能在台灣建國嗎 不可能 好 這就是講 Nation跟Nation的差別 我們沒時間講這個 我們最後講一個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主權在民 就下課 人民可不可以成為主權者 主權在民是來自 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 那主權在民是來自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我們來看一下盧梭是講什麼 盧梭怎麼講主權在民 這是盧梭的話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簡述如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的 與他的權威至於公共意志的 至高指示之下 群體接受每一個人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這每一個人就是那個 巨人的每一個細胞 盧梭主權在民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形成公共意志 也就是共識 由第二部分由主權者代表公益 第三部分由政府或是那個機關 去實行公益 盧梭的理想是 主權者不能實行 政府不能代表 當這兩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很容易獨裁 等於是你又代表你又實行 有點求援監裁判 所以盧梭擔憂獨裁 所以盧梭就說這兩個最好分開來 所以主權者 統治者跟主權者要分開來 最好啦 但是事實上近代的很多民主國家 他也沒有完全分得很清楚 所以他們其實是用另外的方法去 解決了盧梭的擔憂 大家可以去想盧梭 那近代國家是怎麼解決這一部分 然後所以二到三是授權 一到二是涉及公益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或什麼 所以一到二是國體 二到三是政體 也就是一到二是董事長形成的方式 二到三是總經理形成的方式 所以董事長跟總經理當然是可以不一樣的 懂吧 董事會跟這個執行部門當然是可以不一樣的 但是以前在兩三百年前的世界 還是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很容易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來表決 如果在 這是如說問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假設台灣有兩千萬個奴隸 台灣有兩千萬個奴隸 有三百萬個不是奴隸 為什麼那些兩千萬個奴隸 可以選舉去代表那三百萬個不想當奴隸的人 這是如說的大在問 民主國家就在問少數服從多數嘛 所以如說的答案是這樣子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在一個場合曾經通過全體無意義的表決 也就是說什麼是民主社會 什麼是公民社會 它的前提就是 我們要先要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 我們要成為一個共同體 那台灣是不是 台灣曾經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 天皇陛下頒佈 那時候 那時候整個台灣 就等於是簽訂了一個社會契約 以天皇陛下為我們的代表 為我們的仲裁者 為我們的主權者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全體無意義了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就有真正的公民社會 可是那時候因為在戰爭 所以這個步驟沒有走完 現在是不是 當然不是 因為 大家應該知道現在 台灣這個土地上 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中國難民跟不是難民的台灣人 所以法律身份地位不一樣 不會因為我們同居 我們互相喜歡 我覺得你來這麼久了 也落地生根了 我們可以是共同體了 當然不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 他要經過什麼 他要經過規劃的手續 對不對 你今天要移民到美國 你是不是要通過一個規劃的手續 也不是說你在美國住了幾十年 你就是美國人了 當然不是啊 何況是台灣還被佔領中 所以 台灣當然不是公民社會 台灣當然還沒有通過全體無意的表決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辦公民身份 我們要辦身份證 你要先鑑別出 什麼是本土台灣人 什麼是難民 這些難民他們有人權 但是沒有政治權利 至少在他們還沒有規劃的時候 是沒有政治權利的 所以以前在盧梭的時代 他就會區分了 那時候他就區分 共和國其實有區分五個等級 中產階級 公民或是市民 居民 原住民 居民 這個居民不是大日本帝國那個居民 他就是一個服從的概念 那能夠選舉的只有這兩種 中產階級跟市民 中產階級當然是市民 只是他是比較有錢的 睡覺比較多的 所以這兩個才有權利選舉 其他的還沒有權利選舉 像原住民這一種 原住民他只是服從 他有一定的管轄 可能有腳 他有一定的管轄而已 這是服從 他可能 大概是這樣 所以結論是 人民 不是主權者 只有在那種 希臘 希臘的城邦時代 每個人 才是 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的時候 每一個人才是主權者 但是 經過這幾千年來的實踐證明 已經沒有那種直接民主了 都是代義政治 所以 那個 人民不會是他自己的代表 那個代表 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居民不行 外國人不行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所以政府當然可以換 但是人民是要對國家 或是對國家的主權者效忠 而不是對政府效忠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 因原制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或是人民擁有主權 不是 而是原制 OK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下課休困長文經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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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